你说今天特别的 给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翡翠 个的汤 其实我们这道菜 是非常传统的 也很有历史的 是在我们父辈 那一代出生的人 印象最为深刻 因为当时经常听父母讲 当时可能是家庭条件也不好 经济条件不好 所以说做这道 既省事又省钱 既是烫又是主食的 可不是 就是 但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 好了 更加讲究这个 不仅是填饱肚子 而更加讲究这个用餐的过程 颜色了营养 所以说我们今天带来了 三种配料 是吧 香菇 香菇 胡萝卜 还有丰富的胡萝卜树 还有菠菜 菠菜 这应该就是您说的翡翠了 是吧 对对 菠菜就是我说的那种翡翠 我还以为你今天带着 真是带着翡翠出来的 这么高大上 咱条件好的也不至于 这么浪费是吧 翡翠鸽的汤 我小时候还经常合格的汤 一般妈妈会用葱半个锅 是吧 就很简单 然后就面割的 是吧 您说的既是面又是汤 主食就OK了 今天您翡翠鸽的汤 我们很期待 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是 怎么样来调面割的 用什么来调面割的 这什么稀奇的 拿着水调 拿手一搅拌 不是全是面疙瘩吗 对吧 那你看看 用它来调整面疙瘩吗 这是什么 这是水片粉 宝贝你猜猜这是什么 牛奶 牛奶 对 跟宝贝和早餐牛奶 真是牛奶 对对对 你把牛奶来和这个面疙瘩 对 这第一次听说 第一次听说 这馒头可能我们放下牛奶 对对 或者面疙瘩 我们干嘛有牛奶 因为我们家牛奶 第一我们是更加洁白 或者面疙瘩的更加洁白 更加滑嫩 更下有营养 奶香气特别重 小朋友吃起来 特别适合很健康 很好 这牛奶都省着早餐是吧 对 李大厨得想问一下 如果是 比如说牛奶 我可不可以换成别的颜色的 比如蔬菜汁了 可以可以 颜色更鲜一点的 菠菜汁了 牛萝卜汁了 南瓜汁都可以 是 爸爸这个还是挺有创意的 现在真是生活好了 家里面这个 家用电器也多了起来 对对对 什么电饼称 什么烤箱 您刚才说这些 这个炸汁鸡 对 比如说想吃菠菜了 给它瞬间变成绿色格的 对吧 想吃胡萝卜了 红色的格的 对吧 各种各样的颜色 对 好 给大家讲两点 第一点我们要这个 倒牛奶的 这个要控制这个牛奶 这个流量 流量 中间中间 这个然后用那个 右手搅这个面粉的时候 要顺时针 顺时针不停的均匀转动 可以 好 要这个慢慢的 对 别着急 平时在家做的时候 一般海虫会做成那种 海大的个头 对 均匀是均匀 有大游戏 就是你的这个水量啊 大家用水货啊 平时你的水量控制的不好 如果说你这个 如果说太 不用太着急的话 你的水可以慢慢的倒 慢慢的倒 因为基本上处于雨滴状 雨滴状就可以 雨滴状倒下去 快速在搅拌的时候快一点 再 对 搅拌一个快 一个要匀 不要停 前面不要停 你看现在这个疙瘩就有点这个出来了啊 对 而且很均匀 大小 爸爸这家泥一般我觉得都是这个 哗的一下是吧 对 大雨倾盆的感觉 人家说好像雨滴状 咱一滴一滴的一下啊 对 现在这个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稍微舔一舔 嗯 就不要一直往里面加了 好 呃 如果有个别大的 我们就不停再搅一搅 就可以把它 再搅一搅 就把它搅匀一些 嗯 下面我们来处理什么呢 然后我们和好了之后 把疙瘩稍微醒一醒 稍微醒啊 稍微熟啊 10分钟左右 嗯 因为我们还要处理其他的食材 正好这功夫也别闲着 放回来 醒一会儿就OK了 好 割的汤洁白细腻 口感光滑 净食用牛奶调制而成 接下来这翡翠割的汤中的 翡翠又有何玄机呢 看国家高级烹饪技师 李慧国 为您带来开学元气 早餐三期大联播之 翡翠割的汤 好了 我们这个面隔大呢 我们稍微的请发一下 现在我们来做什么礼厨 现在我们烧水 把水烧开 把菠菜烫一下 啊 把这所谓的翡翠 翡翠 翡翠出厂了 烧下水 开水是吧 对开水 好 开水 然后依然是加点盐 加点盐啊 既能入味还能定定色 保持它这个蔬菜 特别是一种绿色蔬菜的 这种本来的翠绿色 这个菠菜不用等到水开 只要它盐是一变就可以了 因为菠菜是易熟的一种蔬菜 一烫就OK了 一烫就OK 依然准备好凉水 准备拔凉 拔一下凉 你看翠绿翠绿的很诱人 然后我们下部就是把我们的副料 我们香菇 处理一下是吧 处理一下 切成丁 洗干净 切成丁 鲜香菇 鲜香菇 甘香菇可以吗 甘香菇也可以 但是我比个人来讲比较喜欢 偏好一些鲜香菇香菇 因为鲜香菇的口味口感更嫩 更嫩一点 好 我们把这个鲜香菇呢 给它都切成丁 对 来我们把胡萝卜也改成丁状 你看今天这个不光颜色好看 营养也很很棒 对 胡萝卜 树 然后香菇 号称是营养宝库 对小朋友的生长发育 都非常有帮助 对特别是在早餐当中很很重要 对对对 然后我们菠菜现在已经把它凉了 凉了之后 把菠菜改下端一点 啊 菠菜也需要切一下是吧 把水稍微控一控 这个我们要切成丁吗 嗯 把这个切成段 寸段啊 短一点 寸段就ok了是吧 好 可不可以用到其他的蔬菜呢 比如白菜了 可以 其他的 啊 小白菜了 嗯 包菜是吧 对对对 这个早餐呢 可以说是对我们一日三餐非常重要啊 今天宇厨主要教给我们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回去这个摆搭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应该来这个做个呛锅是吧 对 做过凉油 今天我们用什么来呛锅 我们用蒜片和葱花 我们多加点葱花和蒜片 对 提点香味 香味多提一下 好 反正这个呛锅的底料 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口料来调整一下 对 嗯 这个一定要给它炒透了是吧 对 炒不透 蒜呢 会有辛辣的味道 会刺激到我们小朋友啊 然后炒香了之后 我们加入胡萝卜 对 然后我们把那个胡萝卜和香菇炒一下 把那个香味激发出来 对 把胡萝卜素激发出来 是 啊 再就是 胡萝卜和香菇是熟成熟起来 饼片根呢 熟的要慢些 所以我们要提前把它煸炒一下 对 然后炒好 我们加点水 加点水 而且这个胡萝卜呢 我们一定要过油的啊 等它烧开 烧开之后 我们再下入面搁的 好 好 我们盖上盖 平时在家的话 又为了起高效率 可不可以把它用点开水 可不可以 也可以用开水 也可以用骨头汤 也可以用嘎辣汤 都可以 对 对 我们清早这个嘎辣 喜欢吃鲜口的 用点嘎辣汤 喜欢吃这个清淡的 就用点开水 也可以 对 好 我们就等待它开锅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下食材 好了 现在呢 我们看到了锅里的水 已经沸腾起来了 好 我们的面搁的也和好了 是的 我觉得这个搁的汤 还是有点这个搁的感觉 大一点会有点 对 有点口感 口感会强一些 好 我们下进去 开锅 好 反正这个呢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口味 来调整这个面搁的大小 这个怎么会是在粘锅呢 我们下 这个一般不会粘锅 我们下的时候 也看根据你的这个水量 来下的搁的多少 不要太过于浓稠 因为我们搁的汤太热了 喝了烫水 稍微一凉的话 它就会驼到一块 对对对 这就可以了 嗯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可以调味了 盐 少来一点糖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现在都讲健康嘛 对 一般家里都不加味精 是提提鲜就可以了 然后胡椒粉 胡椒粉 现在这个汤就有一点浓稠的感觉了 对 然后把鸡蛋 准备好一个鸡蛋把它打开 嗯 早餐嘛 这个加个鸡蛋更有营养一些 对 我们这个早餐 又有了牛奶 是 又有了青菜 嗯 又有了鸡蛋 还有了胡萝卜 还有了面 对 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早餐营养特别的丰富 然后我们这个时间 鸡蛋基本上是成熟了 是 成熟了我们稍微把这个鸡蛋淋上 淋上去就OK了 淋淡花 淋花汤啊 大花淋进去之后就就已经熟了 嗯 所以我们菠菜加进来 我们的翡翠 对 你看看 这个颜色啊 而且这个营养搭配特别的棒 非常营养 嗯 好 我们关火 关火 淋上一点香油 增增香 对 香油少淋一点可以 因为不要盖住我们这个面割的牛奶这个香气 是 好了 我们可以出锅了 来出锅 制作翡翠疙大汤 所需的主要食材有 面粉 鸡蛋 牛奶 胡萝卜 菠菜 和香菇 第一步 在面粉中缓缓倒入牛奶 顺时针不断搅拌成面割大后 醒十分钟 第二步 锅中炸开水 放入洗净的菠菜 适量盐 焯烫片刻后 捞出过凉 切断 将鲜香菇洗净后 切丁 胡萝卜切丁 第三步 热锅中倒入凉油 放入葱 蒜 爆香后 放入胡萝卜丁 香菇丁 炒香后 倒入适量水 烧开 第四步 锅中下入调好的面疙瘩 加适量盐 糖 胡椒粉调味 淋上调好的鸡蛋液 放上切好的菠菜段 最后撒上少许香油 出锅即可 这样 这样